針對理工理事的大選 總統蔡英文接受紐約是沒有的傳訪 他說沒有在中國的經濟 財務 還有政治都有很多問題 所以憲主席他的判斷是不太可能會來打台灣的 如果說到這個中國邀請台灣的理長去免費路由 也是國台北批評民進黨的參選人的事情 這個陸議會的主委胡泰三 他還在對北京來發聲說這個儀式台海和平穩定 就是我們共同的指令 問題我想中共如果不借選台灣的民主政治跟選舉 那他就不叫中共了 會叫中國國台辦公報告立台灣選舉 劉委會主委胡泰三說 中國最近培評劃消費 對理長民貸民費六月接待這種動作 就是想要影響台灣選民的選領 在今年會第四時 胡泰三再次面向北洋發揮 中心 為止台海火兵穩定是留下共同的決議 北京必須探索的負責能力 它必須停止致敵 因為在台灣 我們可以 progressiv地 避免了 参加会议和这些分析 第一 习近平贷款一个人将来被进行 经贷款的不稳定性增加 也会让中国的经济发展 增加顺度阻碍 原来总统蔡英文 在接受纽约时报的前后 两国内部才能担任到 经济在增加经济的南队 在目前没有太可能的务力返带 习近平已经提出一个答案 并且了解两国互兵是国际社会共识 但是习近平也同时共调 台湾人民以往继续共化 自我方位的轮行 地价总好不读